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我唱歌 我话不多 就这样说 我的家乡来自辽宁的葫芦岛 那里是一个美丽安静的海盗 从200斤的我为梦想不会低头 努力锻炼健康的我站在这 你是别吃的太多 心也别熬得太久 是你健康才值得 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等你去完成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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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完了这首歌给你 现在是6.07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首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来自于丁世光老师的《你的家》 这首歌主要讲述的是在我们小的时候 特别希望能够变成像父母那样 长大成人 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可是当我们真的为自己梦想奋斗了 然后长大成人了 去游历了一番社会之后 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父母老去的容颜 会感叹时间和岁月的流逝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丁世光老师 以时间为节点 做出各种各样的排比 爸爸爸爸我要长大 一点一点我要长大 然后最后是爸爸爸爸我已经长大 嗯 我觉得点睛之笔是 我静静回到你的身边 不能感谢的爱 我要把它交在我孩子的手里面 丁世光老师用这样的方式去传递出他的爱 嗯 我希望通过这首歌的表达 即使大家在外面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拼搏 也不要忘了我们身边除了自己的梦想 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有亲情 嗨 大家好 我是王熙 我是奥玄 我是周一轩 我是程孝 我是吴轩 我是吴轩仪 我是Justin 黄明昊 我是黄新纯 我是吴轩仪 我是金子涵 祝我们乐化的小师弟们 刘琦 唐九周 张景云 能在青春有你第三季中 勇敢追梦 取得好成绩 也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期待你们的表现呦 可以多多支持他们 一起为他们加油助力吧 谢谢大家